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电影在筹拍的时候 我们其实跟剧组那边就已经一直在密切的联系了 知道这是一个讲四行仓库那段历史的一部片子 而且当时我们其实之前像新磊他们还去过片场 还跟导演有过交流 有很多剧迷参与 对 然后看到了在现场搭出来的那个景之后 全都震撼了 导演您给介绍一下您是做了一件什么样的 其实张老师刚才问 因为四行仓库 保卫站当时仓库现在移植还留在上海 但是它已经是一博物馆了 就没办法 根本不可能拍旁边建筑物 全是高楼大厦 要完成这件事情 首先要做的就是得复原一四行仓库 这个难度太大了 所以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年主要是这景的事儿 而且我看不光是那一个仓库 关键是对岸 挖了一条河 挖了一条河 河是现挖的 对岸的整个灯红酒绿的上海十里洋场 那边是68栋建筑 两万多平米 它得完成那个特效延伸之前的那些建筑必须得有 之后延伸大上海 就当年的大上海 所以其实量挺大的 在苏州是吧 苏州新技术开发区 它这个 你们这个景区是盖完的房子是一次性的 还是以后 我们是工程监理 然后用了一年两年的时间 等于说地基 承重 然后上下水 防雷电 它是能住人 那还打在用 这一直是有人用 是真的防雷电 这挺合适的 而且一般的建筑是每平方米国家规定 承重是200 200公斤 我们是400 因为需要摄影的设备 人打量的集中在那种建筑里 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盖了一座城 实际上是 拍了多少一年 逛拍摄 从筹备到拍摄是一年半 然后八个月拍 全部筹备起 所以我那天已经先赌为快了 来 先听听观众的意见 我觉得吧 你不要剧透 大约的讲讲自己感受就行了 也可以剧透一点点 就是我先说我最震撼的一个场面 但那不是让我内流满面的那个时候 最震撼的就是开场应该比较快的时候吧 过得非常的纸醉精迷的生活 就那个对比真的太震撼了 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您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去还原这个场景的原因 它是一个挺奇观的这么一次战斗 因为你说这个十里洋场 其实我们还给它相对魔幻化了 离的餐库更近了 原来是阴族界 法族界 那会儿日本人不敢打呀 一颗子弹过去就相当于宣战了 所以它比较忌惮 这样的话 四万餐库 它就有依托了 所以它能抵抗四天 这个根上 还是我觉得最早的这个有三万人左右在岸边上观看这个真枪实弹的战斗 喝着咖啡 喝着茶 吃着面 这个情境在我脑海里就就就就深入了很长时间 一直想展现出来 很魔幻 我觉得 郑老师当时这段历史您是比较了解的吧 我了解 这拐岛比我更了解 能不能拍这电影 从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情况来 这是四行仓库 背后这边打的个乱七八糟 上海市内已经乱七八糟了 但是苏州河这边的人 英国族界法族界 那边好像还有俄罗斯的 对 它还有公共族界 俄罗斯的一个族界 就是这几个呢 都是族界呀 这个就渣北区那一块嘛 这个我很熟的 我原来接待外国舰艇 老师走那块 苏州河嘛 百度桥嘛 上海大厦嘛 就是这样呢 那就形成了 为什么你说这边灯红酒粒 十粒安场呢 这边都是英国族界 法国族界 俄罗斯呢 就不敢动他们 那边为什么断背残缘呢 因为日本的轰炸机 它一天到晚 基本上就一位平地了 一位平地了 所以说当时 国民党军队一天差不多报废一个诗 上去一个诗 没了 上去一个诗 没了 你想想那飞机都狂风滥炸 全都是断壁残炎 所以背后全都是断壁残炎 打完了以后 部队往前开 后边往上顶 顶多少都没有用 一大熔炉 有多少全给你烧死了 最后就是四行仓库 就四行仓库 这个名字 就是四个银行 四个银行 一个大仓库 最后就是背靠输入盒 这边是英法族界 他如果不是背靠输入盒 输入盒 这边就是英法族界的话 他根本就守不了 四行仓库 那个不可能守得了 几个小时都守不了 对不对 派几个小舰艇 小炮艇上来 这边就吵了 因为他不敢去 当时蒋介石为什么 蒋介石其实当时 当时已经是 七七卢国桥事变 七七卢国桥事变 华北陷落了 陷落以后 日本通过他占领的朝鲜 增兵东北 向华北增兵 陆地上增兵 海上登陆 结果呢 蒋介石在那边 想开第二战场 想开第二战场 用空间换时间 用空间换时间的话 就想诱惑英国和法国 介入到这场战争来 这个没想到英法不上钩 就是所以说当时 当时那个情况呢 它是怎么回事呢 大的背景是怎么回事呢 大的背景是 当时中国跟德国好 就是在 大家说德国不是法律司吗 法律司德意二周 现时就40年大约9月份 他们才是 才是德意二周星国 在此之前的话呢 德国和中国关系还是很好的 从大清的晚清的时候 我们引进定远 镇远 志远 好多都是从德国 富尔坑造的嘛 跟德国一直很好 那么这样呢 就一直延续下来 延续下来 引进了德国的武器装备 武器比较精良 训练都是德国专家 德国的顾问 作战方案都是 所以当时是这样的 英国和法国 它坏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美国呀 1931年 918事变之后 它一直打到 现在我们说话的时间 是1937年 在实际打难的时候 就10月份了 到三航仓库 打到10月10月份了 8月份就开始爆发了 就是美国一直 隔岸关火 就看着日本鬼子 亲着中国 然后日本 它没有资源 没有能源 油料也没有 钢铁什么都没有 谁给他 美国给他 英国给他 换句话来说 就是在1941年 12月7号 美国推进阵中港之前 日本亲华的那十多年 从1931年 到1941年 这十年嘛 背后的 这个运输大队长 就美国 美国给他石油 石油 大约是90% 都是美国给他的 钢铁 80% 所有东西都美国 给他 没有给他 他在制造 坦克飞机 然后日本给他 打中国 这些历史的意境 我觉得电影里面 也有一些交代 不过我看电影的时候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您的视角 好像跟普通的电影 不太一样 如果从这种 就是张老师 这种介绍 就是大事业角度 它就变成一个 宏观许事了 它就成了一个上帝的万能视角了 我们希望是 下来 普通的中国人 普通士兵 从他的角度介入 因为他不知道国际大形势 他也不知道 他这场 他这个死亡仓库 仓库保卫战 实际上 他的绝命是毫无意义的 战略上是毫无意义的 是的 所以他只知道 我往后退 我们同胞就完蛋了 所以不能退 就从他们的视角进去 我觉得更 微观一点会好 是这么想的 当时 而且这场战斗吧 张老师他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 就是 我们现在都是在直播啊 网红 其实真正世界上 第一场直播是 是这次上仓库 就像张老师说的 似的 各国的军事观察家 观战 路透社 法新社美联社 所有的记者长枪短暴 这四天看着 拍着 记录着 这一很奇特的事情 这种直播呢 也带了 就是老百姓在这边 从比较冷漠 看热闹 一直到开始投入 关注仓库里学人 这个是两个视角进去的 这样的 对 这个转变 其实留给我们印象就 非常的深 我们今天讲上甘岭 那就是上甘岭之前的上甘岭 那真是的 就是 其实四样仓库就已经是上海的最后一块孤岛了 就没了 一个是上去没了 一个是上去没了 其实他们整个的规模就是八十八十下边一个营 对 就是装备稍微好了一点 好 但是他们死守 没有退路 那就没有退路嘛 这个原来别人还有侧营他们 到最后别人都失败了 上去以后全失败了 最后实在顶不住 全往后撤 撤完了以后 他成了最后一个撤退的营 没有援军了 鼓励无援了 所以那个 还那一场仗 他从整个战略上来讲没有意义 但是对于鼓舞我们的抗日战争的士气 对 因为您说的那个 就是说以一个小时一个团的往里填 就是全国从四川广东来的这些军队 广西来的 其实刚开始都是意气昂昂的 准备把日本人赶孩了一下 一惊接触像张敖说的 打不过 装备 他就坦克撞下车 飞机两三千架飞机 因为当时的战略状态是什么 可能电影当中他没法交代 交代成纪录片了 他当时的战略状态 为什么我们说没有制海权就没有制空权 如果你连制海权和制空权都没有 这个仗还怎么打 就是路上打 那路上打的话呢 你又没有坦克撞点车 就一个人 第一个把手枪什么 这个步枪就上去了 这就血肉之血 能打什么呢 能打什么呢 当时整个的长江下来 长江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呢 将来有兴趣 你在派就是江阴沉船 第一舰队 第二舰队 43艘船 6万5千多吨 全在江阴呢 自己沉了 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过 一支海军把自己所有舰船全沉在那个地方 自己把自己弄沉了 就这这个事 四张仓库这事是在江阴沉船之后 陈少官当时海军总司令 把所有的船沉在江阴呢 长江口那个地方想封锁 我们现在知道的什么 初云呢 当时是个巡洋舰 好像是第三舰队的旗舰 初云号是巡洋舰 加赫号航空舰 当时就进到江阴那去了 长江口都给你封着了 封着以后到吴松口 黄埔江出吴松口这一块 那全是第三舰队的舰 四艘航空舰顶着这个地方 龙箱啊什么这些 航空舰上的舰载机起飞以后都轰炸 四航仓库是没有轰炸 没有轰炸是因为 他怕那个炸弹扔不准 这边就是英法阻击 要不早给你弄平了 一个六层楼吧 一个六层楼 早就给你弄平了 他不敢扔炸弹 就怕影响到英法这边就完了 所以当时整个的黄埔江 整个的这个长江口 吴松口外头 这全是军舰 全是军舰 你哪还有制海权呀 你黄埔江里都是日本的舰艇了 所以飞机一天就轰炸 我们当时没有制海权嘛 一两百架 当时就在上海几个机场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边 可能对我们军力来说的话 有一个很信任的点 就是管岛真的是非常用心的 近乎是苛刻的去还原了 现场的那些样子 好像我看到一些报道 就是说光是群演就用了几千人 为的是要每个人都很精准的 去还原当时他演的那个人的状态 就是你如果从上海车墩 或者从北京北营厂门口 那些群演是不能用的 就是他们那职业群演 来了穿上衣服 喊两句 然后吃盒饭走人 那不是认真 他也不像那会人 那衣服也不合身 这什么都不对 所以中国可能整个影视有这问题 我们就提前一年从网上争装 志愿者 然后我们挑这个叫形态人 挑那形是像那年代的 他有热情愿意来 你来吧 这是个办法 还得训练 你还得训练 还得有历史教育 像您说的军事教育 然后演这个 你是画家 尽量进演画家 你要是工人 你就演工人 就尽量是这样的 每个人来几天 一波走一波走 而且我看好像剧组还专门去训练了那些演战士的人 士兵是更提前 士兵是提前了一年整训练 他们是因为现在不允许 国家不允许军队参与拍摄 我们就从河南武校请了400个学生 他们身体都特别好 然后提前一年开始军训 中方的训练员就是老山独立营的营长藏雷 脑袋里现在还有单片的 日方的训练的是自卫队的中左下来的 都训练些什么 要训练一年 这普通人都训练成士兵了 我原来看请你仔细看就随便找一男孩 他如果不是这特种兵 你让他提着枪跑一我看看 都不会 全不对 蹲做什么都不对 真得信念 那你这个很厉害了 比我们前一年的抗日神剧 有强度了 真的是精细多了 那很精细的 我看一个报道上讲说 日本兵 我们以前看电影 他们都是蹲下来开枪嘛 可是管导他们 后来就发现说 不是这样的 真实的历史上是 日本人是怎么开枪的 那单腿的坐的 坐姿多 就是那个日军教官啊 包括钢盔勒的这个形态 他细致到这个领章 然后三人一组的 他的反击分队比较顽强嘛 就一组组织 他三个人一组 就好多是坐 坐在一起 这各种姿态是不同的 他们分了五到六种 日军的进攻姿态和防守姿态 这样的 包括手榴弹 到附近的时候 面前的时候 他们没什么趴眼 这种人全是蹲下 就是怕内脏震坏了 所以是好多方式不一样 他这样 而且当时是 围攻四人三护 有一半以上是海军陆战队 是 当时 当时已经是三千多人了 海军陆战队 还不是 就是还有一半是常规陆军 他们的战术动作什么 有一些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陆军跟海军陆战队不一样 你知道我现在我也特难说清楚 我得让你叫官来 那训练完了以后 这边是200日军 这边200国军 互相还比赛呢 然后说到底谁最后能打赢好玩吗 可是我在电影里说真的 我觉得表现日本兵的镜头并不是很多 就是我说那个试点 如果我把机器放到日本那儿去 那就变成我是一个万能试点了 我是一上帝了 我是希望是 仓库里这个普通士兵 跟着他们 他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他看不到的就听见了 听不见的就看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试点更普通人一点 而不可以特别万能的摆过去 那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 既然日本兵的镜头不是很多 那干嘛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训练 去花那么多的成本 这个 他其实是特别必要的 就是说他对仓库里形成压力 你现在是 你坐在电影院里看的是电影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那个日军的那个冲锋过来以后 我们是能感受到的 在仓库里 我们拍了八个月 所有这些战士这些演员 基本上跟当年的 那个800撞势也差不多了 他会就恍若格式一样 感觉有点像真的是日本人冲过来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你这个烟火是请在韩国的 没有韩国烟火现在远远落后 不行了 落后我们了 对我们现在提高的很快 原来我原来我跟他们聊 他们说我们这烟火这方面不行 所以前几年说是韩国的好 反正我们容易伤人什么的 就是如果我们有下决心把这事做好 他就不可能做好 你这都是咱们国内的烟火 国内的 但是我从宝大利亚请的一个烟火炸弹专家 在好莱坞工作过 待了很长时间回来 我请来这当指导 那还是可以 他指导他不是说你怎么做 他说的对不对 结果对不对 就是出来的效果对不对 是吧 我还要什么 这样不行还得要 这样的 我是听说光炸点都有五万个 这个 其实这就是 我觉得太正常一件事了 这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对吧 这是正常的 所以其实张老师刚才也讲说 这场战争在战略上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您觉得您拍完 您希望他能够 就是说他能给当时的人们 或者说是这样的 他实际上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 当时是在比利时有个九国会议 九国公约 蒋介石特别希望 在这个九国会议上争取到主动 就是说国际社会谴责日本人这种侵扰 但是实际上没争取到这种 所以他那个政治意义一旦丧失 他抵抗就没必要了 那这个仓库里边的人 他并不知道这些 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 他们需要的是 我记得张老师应该知道 就是到11月5号的时候 刚才说70万国军 从全国各地来 7月5号的时候杭州湾 日本第十军 日本第十军叫柳川平铸 一中调 带着对第十军 其中有第六旅团 第三师团 特别厉害的 精英 杭州湾登陆意味着给你后路 前行这边是杭州湾的 那边是宝山那边 两头就给你 前行攻势 上海就掐死了 结果国军就形成一个真的是无序的大溃败 就乱跑成了 就乱跑 成这么一局面下 有这么四百人在那个之前 有四百人那呆着给国民他是有个强心 断后 强心 让大家感觉我后边还有人 他们在掩护我们 兄弟们先撤 我这留守 就等于四天四夜 起到了一点这种作用 如果是跟军迷了 你看我看那十八师师长 湘军厉害吧 当年无湘不成军 在罗店 是运造邦 罗店 罗店 十八师师长叫朱耀华 守了四十多天 打的都没办法了 给自己心脏一枪自杀 对 就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所有的士兵 中国是农业国家 没见过这么现代化打仗的 那个九三世 毁本人也没见过 好多士兵 一烧就一仗 好人就烧没了 没了 在这么一个肝胆剧烈 民心未战 就军人未战 这么一个情况下 那四百人在那撑了四天 你什么意义 他是个强心针 就是说日本人说 我三天把上海打下来 只有三个月都没打下来 是这么个价 就是三天灭亡中国 所以说光四航仓库 就持续了四天 所以说整个 它的价值就在于 四航仓库打得很漂亮 日本人死了很多人 让大家感觉中国军队还是厉害 他就起到了当时振奋 民心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虽然最后还是撤退了 跑进租界了 但是他其实起到了一定的政治意义 您作为导演的时候 你会在现场刻意的去给你的演员很多压力 或者说让他们进入到那种很绝望的状态吗 你会特意去做一些 不是 跟演员打交道的方式是很多 但是这次所有演员 他抛家舍业 他拿的钱 跟他付出的这么长时间 完全不成比例 情况下 你说人家是为什么 所以这一次不存在这些问题 比如说欧豪 他需要 他这个很难受 很消瘦 极端低落的时候 他有三到四天没睡觉 自己回屋里熬自己 那不是我要求的 他来了以后 那状态就非常抑郁 要这个状态 那你比如说姜武 我们希望有一个相对胖的人 他那年代没有那么胖的 他姜武能减三十几 你想想 这多大本事 多长时间 一个月之内减了 两个月之内 一个月减了 就疯狂的减了 我最近想努力减下一公斤来 就是减了快一个月了 那你去拍戏吧 这度很这么大 对不起 那您得特别有毅力才行 不行 减不下来 这是举例 那很厉害 然后我没办法 正好我们赶上12月份 最冷的时候 然后张艺 就是你说那张艺 要下水 得游出去 我们那水 我又不能到游泳池里拍 我得真的那环 那个苏州河里拍 冰凉刺骨 男的也受不了 当个兵没事 张艺 谁也不行 说的容易的 下来五分钟就不行 对那个季节 正好是苏州 正好是最冷 但怎么办呢 就是所有跟演员 打交道的这些方法策略 全部存在了 没有 大家全是真诚相待 真实为这事尽责任 是这么完成的 这一点都不是唱高调 事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管导一直有一个说法 说他是钢铁直男导演 这都是别人给灌上的名义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种 就是爷们 血气 杨刚 然后心中有一种信念在 能够带动周围的人 去跟着他一起 去做一件事 这个是我从管导 这次聊天身上 感受到的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感受 就像您说了 导演是做什么 导演可能要做 很多很多很多 具体的事情 但是同时导演 也是一种主心骨 或者说是一种理念的代表 应该是比较重要 就是他 这个人 这个位置 这个人的能力 或者说还有个人魅力 他其实带的是一个 尤其我们这种 群细 他得凝成一股声 要不然就太乱了 那就乱了套了 所以我们那里有句话 这不全是男的吗 好多是影帝 就一直说 我们这儿没有翻位 只有翻号 没人去跟你讨论 就是未来翻位 12345 没有这个 挺不容易的 那很不容易了 这都是大牌演员在里边 是 特别棒 那今天我们也是 感谢关胡导演 说过了 非常期待能够看到这部电影 张老师您到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 我就是啊 我对中国的电影界和影视界向来不满 就是好作品太少 尤其是个军事电影 就很难拍 很难拍好 所以 刚才听你们讲 你这个好像还是很有期待的 您看也 希望您别失望 这个军事电影 因为要拍好 这个它需要 对这段历史要很清楚 而且我以前 我以前吐槽比较多的呢 就是不做功课 这个也不深入生活 这个弄一堆小鲜肉 来演一堆军队的指挥官 我们这不是 你说能怎么能行啊 不会是怎么说的 包括我们现在 那些烂七八糟 我给您举例 就是说 道具上 随便一个举个例 就是 ZB26您知道吧 就国军的轻击枪 那个轻击枪 现在根本找不到 它那弹匣是这样的 咱那前那样的 现在你知道 就为这弹匣的击枪 后来没折了 全让我们坐的 坐的 跟真枪一模一样 自己道具组作呀 不是 我们得找工厂 车床 坐枪 对了 我听您提过 好像您很多什么战车之类的 还是发动了很多军迷一起坐 日军的战车 包括日军的有一种 有一种 它是高射击枪 那个四个轮子 咱们平常电视里见不着 那个都是资料上有 但是 根本中国是找不到的 那怎么办 就是 我估计那几个军迷 可能在咱们 在你那个粉丝群里吧 应该是 都去现场了 谈完了以后 回去人家帮忙做出来了 怎么跟他们联系上的呢 就是美术组 美术组也有军迷 他们就互相 就认识了 就联络 就请到现场 说好了 筹备期 回去图纸 什么人家还真有能做的 自己就给坐 坦克也过了 战车 不是坦克 战车 然后那机翼枪 还有一些 就是当时日军第一次 先于美军使用的 那个叫枪榴弹 通常餐馆里边 打那枪榴弹 手袋就进去了 那个东西哪找去 都得做 挺好 多少年没看到好的军事电影 我到时候去看看 您看 欢迎关注并且转发 本期大本营节目 我们将会抽取 五位幸运观众 赠送800电影票 每位观众可以获得两张哦 五位观众